我們是Chrisby的車款 我就是 Skippy 我是丁丁 嗨 你們好 我滿喜歡這次的活動 看到歌手在台上 然後就是分享 然後唱他們的作品 喜歡的歌手 或者是團體 就近距離的接觸是還滿不錯的體驗 平常找機會也可以那麼近距離跟歌手接觸 想要自己一個人去看翠樂團的演唱會吧 因為平常就還蠻喜歡他們的 相愛就是說了100次的對不起 因為人本身就會犯錯 所以說對不起其實是很正常的事情 Sky V跟丁丁說 就是我們在創作的路上是跟粉絲互相扶持互相療癒的 讓我覺得說就是雖然只是身為歌迷 可是卻能跟他們一起成長 然後給他們力量這樣 不管是什麼年紀都要在那個當下去感受到 你現在感受這件事情 對你來說是什麼 常常remind自己這件事情 它就會有很多新的火花出來 就不會就是這樣就過了 對那是個很好的歌詞的開始點 所以加油 歌詞有一句是 長大就是聽了一萬次的沒關係 這句話是我最有感觸的 因為就是我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是蠻常出包的那一個 家人的包容 然後讓我不斷的成長 他們知道你寫了一篇關於他們的文章 在校刊裡面 為了你 他們改了今天的歌單 本來沒有唱這一首黑暗的盡頭 然後也知道你可能第六節來不及請公家 所以剛剛緊急討論 第一首歌就要獻給你 我希望你待會在旁邊一起聽好嗎 這首歌就是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好的陪伴 很好陪伴 就是尤其是陪伴著一個人成長 透過這個活動可以讓剛會考完的我們 然後可以稍微把心情就是放鬆下來 然後好好享受這個美好的音樂世界這樣 這樣子學校的那個氣氛感覺更high 更好玩